番茄也走了 我觉得 我完蛋了 我看你也快完了 无一过后就一直发呆 业务也不去跑了 很快啊 凭你那点死工资 没有提成的话 你连物业费都交不起了 除非你好意思去问你爸伸手要钱 要不然的话 你就得紧一缩时了 咱们呢 就是赤手空拳 来上海打拼的小白领 每天勤勤恳恳的工作 才能有衣食住行 爱情这种奢侈的东西啊 咱们是消费不起的 好了啊 放下吧 该振作起来去工作了 道理是都懂 可是我就是心情不好 没有心情吗 小白领不配有心情 你回忆回忆 你把工作弄丢的时候 有人管你心情吗 有人跟你讲感情吗 所以你现在得好好珍惜 你现在拥有的工作 折腾不起了 这样 今天是周六 你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把硬气给封存了 明天呢 你还有一天的时间 去调整好心情 后天一早 精神抖擞的上班去 去挣活命前 没有别的选择了 冠冠 你几岁了 你怎么这么残酷啊 我还想问你几岁了 怎么这么天真 吃吧 赶紧吃 吃完了想想自己身处的位置 食不我待 物业费 房租 水费 电费 电话卡 你自己算下吧 不是我犯下的错 不是我短暂的执着 不是我犯下的错 不是我狂一轮落 不是我不相信自我 我想飞在自由天空 只有一眼带我寄脱 啊 我之中的 ~~ 我天没亮就为了你的事情开始折腾 为了你 我到处去联系 跟别人道歉 我退了我自己的事情就赶回来陪你 我还给你带了晚饭 我怎么冷血了 你不知道出口能伤人吗 你凭什么这么轻易地伤害我 你有把我当作你最好的朋友 对等地来对待吗 你当我是殷勤 我就求你别再这么荒唐了 好好反思 好好做事 靠自己 你只有靠自己了 我原谅你 你是小朋友 我不用你的原谅 我没有做错 责任追究抓源头 你自己才是那个源头呢 风 Cook 你说得对 从今天开始 我再不看微博了 判断圈也别看了 看了快上去 能帮我个忙吗 我不想再跟以前一样了 你帮我把电脑里 关于它所有的痕迹都删掉行吗 手机也拿过来 好的 我已经跟益晴说过了 把手机卡还有所有网上的ID 全部都换掉 现在除非你去他家人肉堵他 不然你不可能再收到 任何与他有关的消息 喝水 王冠 谢谢你 你对我真好 其实我知道这段时间我挺发人的 我就知道在烦你吗 我不该烦我的朋友的 可是我真的忍不住 我就特别难受 我控制不住我自己 其中我才是小朋友 我才是最幼稚的 关关 你能抱抱我吗 我承认 我挺傻的 也挺笨的 但有的时候 我就是想骗骗自己 还是有人关心我的 邱盈盈不是个容易从感情里走出来的人 是她的优点 也是她的弱点 但在这个二十二楼里 所有的人都在努力把她从深渊向上拉 温柔的 犀利的 俏皮的 尖锐的 邱盈盈还痛着 可是她明白 不能辜负这么多爱她的人 她得继续向前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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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